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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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并不知道 只有看到那份声明稿 那我觉得愿意跟李永然先生跟他致歉 因为你们被误导 我不知道我就跳进去认为说 你怎么可以帮助强势人的欺负强灵弱重爆寡 这完全违反整个公共秩序 完全违反公共利益 也违反我一向信仰的所谓的良心 那当然律师有没有良心 我相信一定有 被狗吃掉的律师 基本上还是少数了 我像李先生 他做很多公益 我查过 他是一个好律师 但这件事情上面 不对就不对 我刚刚讲过的时候 如果他是被误导 我会公开的跟他致歉 一定会 但如果万一事情是他是主导 不是被误导的话 我觉得骂得刚刚好而已 我差一句 我认为李永然 他们就去诉说 被误导 被误导 你觉得被误导的意思 其实另外讲再白一点 就是说他们被友记和马克友骗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因为他们告诉他的不是事实 如果你在警信笔录里面 看那个友记在警信笔录怎么讲 讲的话就是只有他一个人打 然后马克友也没有 那显然就是他骗了警察 骗警察 也骗了律师 所以一个律师他假如知道 马克友根本就是共犯 他不会给他写那个诗名 然后又开记者会 不敢这样做了 真的 所以你是觉得误导的机会 我觉得误导可能会很大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是在逐渐发生的 真相一直慢慢浮现了 所以第一天发生的时候 我看相信包括李永然律师事务所 包括江教授都不知道事情真相是什么了 我们回到那一天 就是这让大家开始愤怒的 引起社会大众哗然的 就是这一篇律师事务所代理这个 有记先生发的这个声明 这个声明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讲了这个是整个一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那个时候怎么讲 他说自立人搭上了计程车 司机说你们要系安全带 他们就把安全带系上 不是像苹果报道说双方是因为拒绝系安全带发生争执 因为一行人在车上说话司机对他们产生不悦 进而对他们大声吼叫 他们才决定换车 因为已经跟司机先生在车上发生口角 所以在决定换车以后司机先生更加不高兴 出手挥打到了马克佑的胸部 这样的举动让有记认为应该为女生主持公道 才要求司机先生下车说明 两人言语不通沟通不良 所以有记用日文争执司机用中文回应 引发了肢体冲突 对这件事情有记很抱歉 但是报道中讲说司机先生的妻子说 有记在离去之前 还用前脚强压司机的头部扭动几下 这不是事实 有记在双方争执当中自己也被司机踢到了左腿 也有验伤证明 但是有记认为如果此事双方能圆满和解 并不会对司机提出刑事伤害罪的告诉 并且期盼此事有圆满的结果 这是彭律师给他代为发表的声明 所以现在回头去看一下这份声明 所有的过程全是谎言 当然是被误导 如果否则的话 律师敢帮他这样写 他连愿不写 连愿不写这个函 他都不会帮他写这么假的 没有必要嘛 其实他自己是个律师 他可以看到他当事人的状况 去对照被害人的状况 对 然后你去发表了这样子的一部分说 因为我也有受伤我也去验伤了 你看这些法律动作都已经具备了 然后你不跟我和解我就要告你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必须说第一个 这是引起社会不满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后这有没有 这在社会的公平上面难道不可评论吗 50岁 那天你们所有的资料 一个就是马克雄他们开的记者会 他穿了一个鞋编出来的记者会 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篇律师稿 还有他的太太说的话 他太说被司机的太太 司机的太太说他其实被打得很惨 以及司机先生的病况 很危险在加护病房 你要知道他是在那个时间里面 对他颅内出血 所以在那个时间里面 你们获得的讯息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不会一分片一吗 一个评论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刻 他还没有一个基本的反应的话 对一个 而且我们要有判断力 评论者拿到资讯之后 要有一个分析判断力 江老师分析的很好啊 这有被吓到的感觉啊 当事人 所以当事人是一个台湾人 你有觉得被恐吓到 我真的是凭良心想哦 这个这家律师事务所从第一天的声明到后来退出 到他对于这个江老师要求道歉的信函哦 我的判断真的都不及格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律师界的水准是怎么样 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 至于他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或者说他有没有这个什么 江老师要不要道歉等等 那是江老师的权益 但是我从一个新闻资深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李永然先生 你可能需要多思考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当中 另外一个角色 你退出了 如果你被误导 那我很白的讲一句话 你不是太笨了吗 因为我们不是律师的人 当天晚上看了这个声明 看了这个计程车司机先生的病况 跟太太讲的话 我们都认为这个有记事说谎 你还会被误导 而且后来他又把误导的责任 推到了另外一个经济公司的 对 这个可以吗 不过一般来讲 律师都会相信当事人 因为当事人 如果不跟律师讲真话 那个当事人是很笨的 就跟你去病人去看医生 然后你隐瞒病情 你医生开了处方就开错了嘛 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我是认为 他后面的处理是不对的 因为不成比例嘛 你假如被踢了一下 然后人家住家户病房 人家是住家户病房 他还想说 你当然先去道歉啊 想办法把他和解啊 这个是不是叫做律师用语 就是说我们都 我们不追究 我们大家就和解了 就意思是要和解的意思 并不是要威胁的意思 这个在律师的 老大是不是有这样子 所以既然你就意思这样的话 你这样写就变成威胁了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所以现在 你根本不应该这样写的嘛 现在这整篇 就引起江老师义愤填膺的 这整篇的就是这个声明稿 所以现在我们把声明稿 整个仔细的分析再来看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把真相 大概已经知道差不多了 因为都已经起诉了 检察官都已经把事实的经过 把它写下来了 所以你再回头看这篇声明稿 我就知道 这篇声明稿里面是谎话连篇 但是我们不知道 是律师的谎话 还是有记的谎话 所以这个部分 你要 要江老师要 要怎么样处理呢老师 我觉得看到林书表现这么好 给台湾这么多鼓励 我们这些上年纪的 还在为这个小事 浪费大家的时间 对不起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是 为了节省尊结社会成本 跟法律司法资源 我觉得我就像李永然 李律师道歉 对不起 但是请你也适可而止 把你的做公益的心 再回复过来 帮助更多弱势的人 让他看到李永然 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 这一场的谈话到现在为止 才会有意义 不然大家觉得说 评论就是在浪费大家的口水 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 对您对我 我一下很尊敬您了 这对您对我 都不是一件好事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就跟您公开的致歉 我言语可能不当 对不起 但希望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 把所有的司法资源 用在更需要人的身上 让台湾更弱势的民众 更需要帮忙的人 得到更多的协助 帮忙 这是我们讨论的过程 最重要的用意所在 哇 老师 嗯 优秀 应该这样做 应该这样做 不 老师是一位教授 他这样做我是理解的 但是 我仍然要说这个 李永然律师事务所 跟彭律师 到今天为止 他们对老师要求的道歉 我是 我是不同意 而且我也不接受 我非常这个尊敬老师的宽宏大量 但是李永然律师事务所 你做错 明天就是跟你道歉 我 我没有 但是 我不会 我以后不会找你这个律师 做我的律师 可以吧 这是我的意见 嗯 所以这 嗯 不可以懂欸 我觉得 这件事情很简单 现在大家都已经谈完了 那 江老师表达他的态度 我们当然尊重江老师的态度 可是 永然法律师事务所呢 他在第一次的那个声明稿里头 他有被误导的部分 我们都同意 但有没有属于他 不应该认同而认同的部分 然后 以及他这次所采取的行动 我觉得是交给社会大众去公平 我想这个整个里面 这个事情里面 刚刚江老师讲说 不要再为这个事情 浪费这种社会的成本 跟我们司法的资源 所以他愿意来为这个 来向李永然律师来做致歉 可是我觉得大家也要公平的 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 整件事情的发生 这个永然律师事务所 是不是有为了 他们 我相信他们有被误导的部分 就是老大所讲 他们可能有被误导的部分 但是有没有也是为了有计 帮他做一些法律的规避 或者是社会责任的规避 而给他做的一些 这样子的建议 那这些的建议 是不是也应该可以收到 社会大众的一个公平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出来做个交代 对 就算不是他建议的 但是他帮他发这个声明 他接受的 而且他后来还 他后来还气人家于不顾 我不知道一红 这个从律师的角度来看 你符合专业伦理吗 嗯哼 就我帮你发了声明稿 我也我也 然后社会反应不佳 成为你的辩护律师了 然后因为社会反应不好 其实他的案子还没有结束 然后我就跟你sayonana 对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说林永然他的经理有数 你害我发那篇声明了 其实你是骗我的 我害我发那篇声明 害我蒙受不白之冤 被人家骂 所以解除委任了 因为我觉得是含有这个意思了 今天我就讲说叫周边有事 因为波及的卷入的 这些人都还蛮多的 既然讲到律师的情况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还有这件事情里面 还有好几个律师 我们待会回来